問說紙煙、電子煙、加熱煙都有一手煙、二手煙及三手煙的危害 然後是是非提示或否 然後這個答案很明顯就是是 但是呢其實我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就會想說 一手煙、二手煙我知道那三手煙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下面就會有說明的部分 然後就是其實三手煙就是附著於衣服或是環境內的煙害 藝人李羅女兒子煙擔任聚煙義工 宣傳聚煙新知台北學堂及掃碼答題抽獎活動 號召青少年一起來聚煙 其實在念書的時候也會聽到身邊有一些朋友說 好像電子煙是不是比較沒有那麼有危害 或是水煙如何如何 但是其實我就是覺得並不是 像是剛剛大家已經講得很清楚 不論哪一種煙都是不可以去進行使用的部分 112年3月22日正式上路的煙害防治新法 對於電子煙、加熱煙等新興煙品政策是全新的規範 衛生局希望透過校園宣導 破解新興煙品對青少年的誤導及誘惑 同時宣導新法 預防同學們無處法律 第一個就是禁止了所謂的電子煙 那對於加熱煙當然討論非常久 但是也管制了加熱煙 沒有經過健康影響皮膚的加熱煙中央核殼是不能夠上市的 那對於加味煙 有的人可能會在加熱煙裡面加的什麼味道 這些都是禁止的 然後對於西煙的年齡 從過去的18歲提高到20歲 而且對於這個禁煙的環境 大概說進一步的擴大 那特別特別我看到的就是 關於這個煙盒的警示圖文 這個大家如果去看過這個煙盒就知道 上面的圖文警示 過去只有規定35% 那現在呢 雖然沒有達到過去大家不斷的希望85% 不過至少已經達到了50% 然後最後還是針對煙傷違規的部分 還是會進行重防 這是過去在煙盒防治法 我們有新法在頒布之後的一個新的一個執法的重點 那當然 台北市衛生局這一次跟董事基金會聯手 在這個煙盒防治新法公告之後 我們就想要 要更積極的去推動所謂的校園宣導 那因為很多很多很多的 CN成癮的市民朋友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想到的是在校園的階段 可能就是受不了相關的誘惑跟誘導 所以在嘗試的時候呢 讓他們在未來路上都會受到CN的困擾 所以我們覺得要從這個校園再一次加強的宣導 而避免我們的嚴禁市民朋友們 在早期就受到煙的誘惑 後面還要產生很多的健康的一些後果 因為我們的新法其實對新型煙品是全新的規範 那禁止了電子煙 然後目前所有的家人煙都沒有通過審核 所以都還沒有上 就是還沒有辦法是合法的販賣 那這對於這些的 然後法律呢 對於這些的違規都是 比傳統的子煙是加倍的處分 不管是製造輸入 放賣廣告都是加倍的一個處分 那很多的老師他問的是 發現他自己的學生 他不一定有抽電子煙加熱煙 但是他基於好玩 或者基於就是外校的學長姐 或者是同學的關係 他去轉發了別人賣電子煙 或加熱煙的網路上的一個訊息 那對於這些在新法裡頭 電子煙跟沒有經過審核的加熱煙 都是把20萬轉發這一些廣告 事實上是把20萬到100萬 那我們知道傳統的子煙是10萬到50萬 都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高的一個罰款 那這些我們都希望我們所有的孩子 不要因為不了解法律而處罰 民眾可能會誤以為電子煙傷害比較小 醫師表示 無論電子煙或是加熱煙 並沒有減少臨床疾病的證據 且同樣也會有二手煙三手煙的危害 其實煙草公司或煙商 它最重要而且唯一的目的 就是讓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 我們的未來的台灣的小朋友們 讓新興煙讓尼古丁成癮 讓新興煙瓶成癮 緊接著電子煙在2018年 乃至於在2021年陸陸續續 在歐盟以及澳洲的科學研究 都發現電子煙其實沒有我們原來想像的那麼好 最一開始它是 宣稱甚至號稱可以協助戒掉傳統子煙 但是實際上 迄今至少有164種的有毒化學物質被檢出 所以它的壞處不亞於傳統子煙 那電子煙對年輕人還有五大危害 第一個呢 它會讓尼古丁的成癮更快 更迅速 然後更嚴重 第二個呢 它會影響我們腦部的發育 因為我們腦部的發育 真正要完全的成熟 那至少要65歲 甚至有一說高 1到30歲 我們的人腦的心智才會發育成熟 但是電子煙呢 會影響我們腦部 讓我們的腦部發展磁環 第三個呢 當然是對肺部的傷害囉 電子煙會造成肺部不可逆轉的傷害 第四個呢 抽了電子煙之後 它是有一個類似入門 或門檻的作用 那未來呢 成為傳統實驗的吸煙者的機會 會高達3到8倍 所以它不僅沒辦法協助健驗 甚至它會讓我們更容易變成吸煙者 那第五個呢 就是說未來呢 它也是有一個能看效應 未來吸食大麻 甚至進階的毒品 這些毒品的這個機會 都會上升高達 吸食大麻的機會 會高達3.5倍 燕害防治新法校園宣導 透過與師生面對面宣導 及有獎問答 並提供北市國小至高中職 9600個班級 班班報告欄張貼海報 號召青少年一起響應 我聚焉我驕傲 我聚焉 我驕傲 所有燕品 Don't get out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所有燕品 Don't get out